朋友慢悠悠散步 但手裡卻是在滅政 忙著把手機殼拆掉 隨便丟到一旁 以為裸機就不會被人發現 警方接獲報案 沿路找 結果在便利商店 看見嫌犯身影 馬上上前逮人 這個你要門先關一下 門關一下 門先關著 報案 趴下 怕嫌犯趁機逃走 果敦叫店員關電動門 果然在他們的購物袋裡 找到失竊手機 不到兩小時就落網 直到自己已經逃不了了 只能乖乖配合蹲在地上 當時兩名嫌犯 徒步經過台北市大同區 迪化街的社區 往警衛視瞄眼 結果發現竟然有四台手機 直接放在桌上 也沒有保存固執 就通通搜刮走 兩名嫌犯是多年朋友 都有切到前科 一人負責把風 一人行欠 偷完徒步一直走 走了24分鐘 1.6公里後 到超商買東西時 被遠景發現不到兩小時就被逮 但本該守護社區安全 怎麼會沒人守著 就是因為凌晨兩點多 保全肚子很餓 想去買宵夜 把掛機打遊戲的手機 直接放著就離開崗位 以為很快 萬萬沒想到就被嫌犯頂上 我們要去廁所做什麼 這裡是不是沒有人的 我們這個防防 有住戶在出入你怎麼可能上鎖 你認識你有時候進來 他從你後面進來 我們也不曉得是不是你帶進來的 畢竟保全都是獨自一人 守著全住戶安危 一整天就得顧12小時 不只要盯著進出人員 還要帶收包裹 中途難免會離開崗位 附近社區保全透露 也遇過小偷 真的只能更加謹慎小心 避免賊再上門 TVBS新聞 炎人宣言身份 台北採訪報導